二年五十歲的舒奇雖然今年影視作品減產 但仍然獲得不少品牌的邀約出席活動 日前她在instagram上載了素顏去到藝郎欣賞畫作的照片 掌入面見到舒奇不思之憤也摘起了馬尾 熱身輕鬆的悠閒打扮依然魅力不減 令到大批網民都忍不住留言大讚 歲月蟲不敗美人 初初很多人都覺得刑期沒那麼長 但一出來後覺得好像給自己心目想 我也是,我覺得心目中當時我覺得非常難受 這是真的,但再想想一起 老實說這是事實,人始終都是接受現實 算上年期都是一年了,其實對我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考驗?我一個人一年在外面,尤其是做我領藝人 很多吸引的,也很多引誘的 我可以的,我都不怕了,說了,真是的, 簡直有很多,克里斯都知道的, 簡直有時WhatsApp我,反正都是,不如我做你女朋友吧 有多少個我,有多少個我實理? 不說了,是有的,一隻手數了,一隻手數了 即是那些人知道你已經有未婚妻了? 會的,直接會的,他們知道你一年怎樣等 我先做你女朋友吧,這樣 二年三十六歲的無線小身羅天宇,和弟弟胡飛是同母義父兄弟 胡飛正在2016年參加香港先生入行 羅天宇日前曬出和媽媽為胡飛慶祝30歲生日的合照 常眾學見羅媽媽衣著打扮年輕,若貌有幾分似樂基兒 又至當年羅天宇參加香港先生選舉,是由媽媽代為交表格 有傳羅天宇家境富裕,羅媽媽主力經營 位於西貢的4萬尺少敲場生意 加上投資有道,在高峰期一到首持多個物業 亦有傳媒報導,羅媽媽年輕時曾報讀無線藝員訓練班 不過未畢業就轉跑道重商 早前有報導指,閻明熙決定離開TVB 更加比公司雪藏,自由舉出席活動 TVB竟然沒有派人採訪 剛巧洛小姐出席記者會時,就發表了《不要忘本論》 令人覺得她是意有所指 但其實G字並不是洛小姐管的 TVB在2013年,成立了TMG 張仲恆是行政總裁 而何禮傳就是公司總裁 管理的藝人,包括G字,任海程 和中年好聲音12的歌手等等 而洛小姐負責的外包音樂 是TMG旗下的子公司 管理其他聲網成員 所以G字的事,全由張仲恆和何禮傳負責 那為什麼同樣是聲網歌手 會特別抽起G字和任海程呢? 據說是有極高層決定的 選未出身,剛剛出到已經被無線力捧為無線五美之一的姚瑩瑩 在2011年的時候 為拍拖八年的圈外男友生了兒子 多年來姚瑩瑩一直沒有肩負責 而兒子在悉心栽培下可謂文武相傳 在游泳方面拿過不少獎 也曾經在香港學校英文浪中節拿到優良獎和優勝者感期 早前是兒子的13歲生日 兩母子一如以往一起在蛋糕前面合照 而已經進入青少年階段的兒子 就越大越像媽媽,整個餅印一樣 胡惠中的女兒Jasmine 自小已經博學多才,畫畫,游泳,拉小提琴 跳舞各樣都精,超級有自信的她 不時都提醒粉絲,要勇敢做自己 她近日宣布向才女界進化 將會推出處女詩集,上順光 從已經發出的鋪來看,都是充滿正能涼說話 她更為C集,開了社交平台帳號 她寫著說,別放棄希望 因為總有一天,你會見到她在閃閃發光 真是好有自信呀 周維敏近日去到內地溫州開過場 想不到被譽為最美星女郎 今年56歲的張敏特地來捧場 周維敏分享合照 由相中見到張敏保養不錯,未有太大變化 不得不說兩位女神都非常東靈 90年代女神張敏 自從2000年淡出演藝圈之後 就很少出現在螢光幕前 據知張敏目前已經到泰國隱居 好久沒有在我回家之開心速遞 見到關彼得Peter出現 不過飾演Peter的杜大偉其實還有拍劇 他還經營不少生意 近日還在廣東江門開了一間港式冰室 請了不少圈中好友出席開幕禮 場面很熱鬧 其實杜大偉曾解釋 因為要佔內地工作,同時又要拍其他劇 所以向劇組請假,到現在還未回家 一向販數多多的他 早在2015年就經營火鍋店 曾在短短5年時間開了7間店 無奈受到疫情影響 變得只剩一間還在工作 而去年在泰國曼谷都開了港式火鍋店 之後又開了廣告公司 而杜大偉在過去幾個月 就輾轉在珠海、蘭州、青海、廈門等地工作 默默吸金 TVB高層內熱鈴每年生日都聲光嗨嗨 生日會的群星陣容就像台慶一樣 當中嚴念心曬出的合照 多人關係非常複雜 就像他拍攝過的電影一樣 其中除了有文明師和老公盛敬衛 更有馮瑩瑩和舊愛鄭遜峰 和何依婷和舊愛羅天宇 幾個人同場令尷尬合照 引起了不少熱議 有最未公益金主席之稱的江玉琦 去年11月分享華引起信 並在自己豪宅開派對公佈一索得難 江玉琦在今年5月初順利產子 他就分享了兩張靚相 一張是他和老公和剛出生的兒子 在產房的合照 另一張就是一家三口在病房的合照 可以見到剛生完B的他 鬆眼出鏡都是面色紅潤 狀態不錯 不過產後短短兩個月 他就不幸受傷 現在要坐著輪椅摘圖 左腳又需要打石膏 真是令人擔心 現年41歲的前無線新聞主播周嘉儀 15年正式離開無線之後 轉戰金融界和加入證券公司 近年他愛上賽馬更榮升馬主 陳密元朗在周嘉儀外區首次上陣 他帶親朋好友到場支持力撐 周嘉儀一心粉飾碎花長群 正心打扮的他氣質好像貴婦一樣 端莊大方又不失優雅 他亦和年馬師合照 極具馬主的富貴氣勢 headaches flow 症 症 金银子